资讯资讯的操纵或数字的调整 有所谓的回归校正 您听过吗 没有 现在您就知道 什么叫回归校正 防疫就是要精准 当它变成这种数字的涂脂抹粉 而现在是各个县市都可以自己 自行快晒的时候 它再也盖不住 盖牌盖不住了 那就先底牌 先底牌其实是很难看的 那台湾社会现在开始出现各种声音 就换掉这个不适当的陈时中 但问题是 陈时中是他前面的马前龙防线 所以蔡英文对陈时中是 如手使臂 如臂使指 他可以指挥着动的 那如果换掉他 马上蔡英文就要面对第一线 民众民意的挑战 民众党内内部其实 各方势力 各方诸侯 越越欲试要挑战蔡英文 要弱化他 当然知道 所以防疫当前 蔡英文并没有把这个防疫当作最重要 反而是把政治计算放在最前端 这令人遗憾的 对他的民众来说 救命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拿到疫苗 有疫苗才能救命 只是蔡英文呢 基于他的权力保卫账 很多人说是面子 其实绝对不是面子 而是他觉得 陈时中是他前面的马前龙防线 撤掉他 所有攻击的势力 攻击的力量 会直接到蔡英文身上来 他担心的是政治计算的问题 当一个政治人物把政治计算当作是 最重要的护身符 而忽略到台湾民众生命的时候 不把台湾人的生命 不把台湾人的生命当一回事的时候 台湾人为什么把蔡英文的权力当一回事呢 这样的想法 这样的思考 其实正逐渐在蔓延扩散当中 在蔓延扩散当中